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路易斯曾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一个人养成一种习惯需要90天,形成一种思维模式需要180天,而价值观的形成则需要14年的时间。 每个成年人的价值观都是自带体系的。 他的原生环境、接受的教育、所处的境遇都在促使他形成自己的价值观。 当你试图改变别人,看似只是改变他某种行为,其实是在否定对方的价值观。 其结果往往是对牛弹琴。 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段话,不要妄想改变任何人,因为一个成年人的价值观基本已经定型了,无论多离谱的行为,他都有自己的理由。 话操理不操,成年人的价值观基本已经固定在灵魂深处,扭转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若置于一念,企图改造他人,无疑是自寻烦恼。 主持人李静有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朋友辞职后一直宅在家里,过着闲鱼般的生活。 李静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三天两头打电话,督促朋友早点找工作,鼓励朋友上进。 一开始,朋友还勉强应付他的热情,可时间久了,朋友直截了当地说,你可以去奋斗创业,那是你要的人生,而我要的人生就是自在地躺着混混日子。 这时候李静才明白,朋友的价值观已经定型了,自己善意地提醒,在他看来却是一种干涉。 两个人关系再好,也不可能想法一致。 当你想要对方按照你的价值观行事,其实早已把他推到了你的对里面。 有一位网友分享过这样的经历,他曾经有一个发小,初中读完就早早进入社会闯荡。 大学时,他突然听到发小准备结婚的消息,感到十分震惊。 在他的印象里,发小和他一样还不成熟,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如何支撑起一个家庭的开销。 他赶忙劝他最起码积攒一些养家钱,再考虑结婚生子。 发小却告诉他,他打工这几年认识的同龄人大部分都已经结婚了, 自己没有上学,不早点结婚生子,还能干嘛呢? 几次三番劝说下来,发小生气地挂断了电话。 后来,他毕业进入社会,经历了很多才明白,发小没错,他也没错。 他觉得先立业,给未来家庭一个保障,没有错。 发小觉得先成家,不然过了年纪就难找对象,也没有错。 只不过每个人的经历不同,价值观不同,无知蜜糖,亦可能是笔之皮霜。 很多时候,我们会出于好心,对别人的人生提出建议。 但忽略客观因素,以为干涉别人,不仅难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反而会让自己陷入失望,甚至让关系破裂。 经历多了就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轨迹,都要为自己的价值观买单。 收起改变别人的欲望,尊重他人的命运,是成年人应有的清醒。 德国作家内尔克雷辛西说过一句话, 善良给了错的人会变成一种恶意,道理讲给不懂的人会变成一种刻薄。 价值观不同,你的建议在别人眼里可能是挖苦,你的善意在别人眼里可能是炫耀。 您用心良苦地帮助别人,换来的可能是不解乃至抨击。 英国作家卡米拉成名之前,在纽约一家报社任职, 她和同事兼闺蜜相约,一起努力写作,出书,成名。 后来卡米拉发现,闺蜜竟抄袭拼凑别人的文章, 用来应付报社的工作。 她好心提醒闺蜜,如果被发现,很可能会丢掉工作, 甚至在行业都混不下去。 没想到,闺蜜只是敷衍了一句,同事们都这么做。 卡米拉为了改变闺蜜的行为, 特意找出之前因为抄袭而身败名裂的作家势力。 可在闺蜜眼里,卡米拉的做法却是一种威胁。 就这样,闺蜜越来越不耐烦, 在争论中,嘲讽卡米拉是福二代, 不用担心工作,不用费心赚钱。 甚至,闺蜜还在文章中编排卡米拉的私生活混乱, 肆意调侃,重伤她。 卡米拉这才意识到, 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无异于天方夜谭, 最终她也选择离开了对方。 美国作家福格森说过这样一句话, 谁也无法说服他人改变,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守着一扇, 只有从未开启的观念之门。 不论动之以情或说之以理, 我们都不能够替别人开门。 九十年代有一部著名港剧大时代, 里面塑造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恶人形象——丁谢。 它经典就经典在, 即便自己恶贯满盈, 还会觉得自己三观正得不得了。 他的口头禅使我对得起天地良心, 人善人欺天不欺。 每一个想要改变他观念的人, 都会因为他而下场惨淡。 哪怕到最后, 他在法庭被审判时, 还在大肆宣扬自己的歪理, 法官都被他的价值观震撼到无语。 荣格离世前跟徒弟说, 你连想改变别人的念头都不要有。 猫有猫道, 鼠有鼠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为方式, 价值观念。 把手伸得太长, 哪怕是出于好心, 别人也不会领你的情。 久而久之, 只会招来别人的恶果, 反噬自身。 北山有吃, 不结其意, 非不正相, 寝不定息。 鸡则木兰, 宝则泥府, 滔铁贪污, 臭腐逝尸, 田长满宿, 事欲无几, 长鸣呼奉, 未奉无德, 奉之所趋, 与子异欲, 永从此诀, 各自奴隶。 这首诗的作者是东汉朱木, 看过一位老教授直播讲这首诗, 也讲了其背后的故事。 东汉末年, 南阳郡的文人朱木和刘伯宗自有相识, 气若金兰。 朱木出身寒门, 见多了贪官污吏鱼肉相离, 历史要做一个为百姓请命的清官。 刘伯宗是朱门之后, 受父亲影响, 只想做个大官,光耀门美。 后来两人都踏入了师徒, 朱木出任施语时, 他刚正不阿, 经常弹劾宦官权贵。 刘伯宗却在权力的漩涡中沉沦, 投靠石长氏卖身求荣。 当时, 朝廷位外的忠臣 早就对石长氏积怨以身, 谋划除掉这群患党。 朱木多次上门 劝说好友远离兼党, 却总是无功而返。 眼看着好友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他自己却无能为力, 朱木非常伤心。 直到刘伯宗为了前途陷害两人的恩师, 朱木才醒悟过来。 于是他写下这首著名的与刘伯宗绝交诗, 自此二人分道扬镖, 再无往来。 三年后, 石长氏被袁绍诛杀, 刘伯宗也因此深陷淋雨, 悔之晚矣。 论语中写道, 忠告而善道之, 不可则止, 无字如焰。 如果对方不愿意听你的忠告, 那就不要再劝了, 再劝就是自取其辱。 每个成年人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 多权无益。 让他去选择, 让他去承担, 让他去流血, 让他如他所示。 要知道, 成年人的觉醒, 永远不会发生在岁月静好的时候。 作家水木然说, 人生分为三个阶段。 小时候, 觉得自己可以改变世界。 长大了, 发现自己改变不了世界, 只想着去改变别人。 后来终于明白一个道理, 人生能改变的只有自己。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就是不再妄图改变别人的价值观。 有心难强提醒不了, 只能自己经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 你也不妨订阅、分享及在下方留言。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